在国小校园里随处可见到防状条 生硬单调的贴在教室外面 在云林有一位画家薛惠林 他热心的推广防状条彩绘创作的活动 很受到好评 云林的各个小学也都陆续推行 让小朋友一起来参与彩绘 共同创造美丽的校园环境 今天天气这么好 为什么这些小朋友却穿着羽衣呢 你为什么穿成这样子 因为怕被油漆低套 然后要做画在防状条上的彩绘 校园里许多地方都有装设防状条 画家薛惠林突发奇想 到小学推广校园彩绘防状条 虽然忙碌但他乐在其中 因为我看到每一个的表情跟眼神 他们是愉快的 他们是高兴的在创作这件 这个防状条 因为它是属于他们的故事 你给他做什么 我要画河底的母猪龙这幅画 他是自己想出来的 不是 那是从一个书里面 收取才出来的画 要彩绘防状条过程其实挺复杂的 想好主题之后 先用粉笔描出来 再用亚克力气画上去 光是应付这油漆就非常辛苦了 你一定要把画笔呢 完全把它怎样 洗干净 然后一定要洗干 然后万一今天一定会滴到下面去了 对不对 怎么办 马上立刻哦 立刻用你的抹布把它擦干净 云林县信义国小校长黄友志 非常支持防状条创作计划 国民小学教育就是打底的教育 所以我们就会很希望就是说 尽自己所能 让孩子能够接触到不一样的 这个教育的内涵 小朋友们聚精会神的描绘作品 在用心创作的过程中 也培养孩子更珍惜美丽的校园环境 新唐人的亚特电视 陈廷修料理分 台湾云林采访报道